山东南篮本赛季的这个糟糕之旅也算是全面结束了 在季后赛首轮第二回合输给了广州队之后 也是遭到了广州队以下克上2比0的横扫而被淘汰出局 可以说山东队本赛季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的糟糕 而随即在广州打完了这个客场之后 本赛季所有征程结束全队返回到济南 返回济南在今天上午全队也是召开了一个总结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俱乐部宣布了两条重大的决定 那么伴随着这两个决定的到来 也暗示着CBA工群将正式的告别济南离开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对于山东队来说 本赛季之初这支球队确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在更换了一家有实力的山东高速集团入主球队之后 这支球队确实在内外援上的投入 在教练组聘请上的投入是空前的 让我们看到了振兴山东篮球的这种希望 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虽然俱乐部赶花钱了 但是却没有给这支球队带来真正上的战斗力上的改变 反倒是球队在本赛季高开低走 打到常规赛第三阶段已经跌到一个冰点 打到季后赛更是一无是处 被一个排名比你低的球队给你横扫出局了 而且这支山东球队整体的阵容框架老龄化比较严重 让我们看不到未来发展的败点希望 眼下来说的话 虽然说广大球迷一直在呼喊着 换汪涵 让汪涵下课 但是大家幻想一下 就这套阵容人马 你换任何一个教练轮来带的话 他能带明白吗 你换任何一个人来带的话 谁能够把这支球队给带上一个高度呢 其实就这套人马来看的话 很难对吧 常规赛第八名是比较符合这支球队 人员班底预期的这么一个排名了 而王涵 咱说句不好听的 他作为一个外来的教练 来到山东篮球这个圈子里去混的话 混到今天这个局面 其实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 一般来说 尤其是这种外来的本土教练 到了这儿 其实他是控制不了你的更衣室 他是不可能把这支球队的凝聚力 给激发出来的 这就是他跟龚小斌之间最根本的差距 那么虽然说很多球迷在呼喊龚小斌出山 但是龚小斌会出山吗 对吧 因为在山东高速跟龚小斌之间 其实双方似乎还有着一道鸿沟 难以愉悦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是王涵下课 那么龚小斌也很难来到山东高速俱乐部 来担任主教练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眼下来看 这件事情还有很大的悬念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球员们在你的带领之下 他的整个训练质量 训练效率很低 对吧 因为我们能够很清楚的一个细节发现 山东队本赛季 我们的这种场上的三分球命中率 两分球命中率 包括我们的整个比赛效率 真的是连续创造球队新低 关键时刻 我们的三分球总在20%几 甚至有些时候三分球10%几 就这样的命中率 你靠什么去赢球呢 对吧 你这支球队 咱说的不好听的 你战术打不出来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命中率 你球里投这些 对吧 你篮球运动员 你就吃的这碗饭 别的不计 你起码投篮你得投得准吧 咱平时就算是不会练战术 你就练练投篮 每天 每个球员 定点就给他练上一个小时的投篮 给他练上一个小时的投篮 我相信山东队 他不至于 本赛季的投篮命中率 已经掉到了 如此惨的一个地步之下 对吧 所以说这一点来看的话 汪涵或许他很难给这些队员们 施加一些压力 督促他们去进行更高强度的这种训练 去主动的自发性的加练 对吧 没有这种自发意识 甚至可以说 汪涵对于山东队的整个更衣室的 这种把控 他都不如虚场所 所以说眼下来看 汪涵其实他继续在这 痛苦的煎熬下去 倒不如赶紧的走人 那么 汪涵究竟是否下课 其实这种关于他下课的呼声 已经越来越高 很多球迷也都在问汪涵是否会下课呢 其实这个悬念 估计还得到一个月之后才能敲定 为什么呢 就在今天上午 山东南来全队召开了一个总结大会 这个总结大会上做出了两个决定 首先第一个决定是 球队将会放假一个月 那么这一个月的假期 在收假之后 汪涵是否还会回归 继续担任球队的主教练 带队下训 这一点届时就能够揭开悬念了 对吧 届时山东队是否换帅 基本上就能够沉岩落定 那么其次第二个决定 那就是正式决定 本赛季租借过来的 可兰白克不会留用了 将会正式离队 让他哪来回哪去了 那么本赛季 其实可兰白克 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个球员 在封线 尤其是两个低脚的三分球水平非常强 但是球队不给他机会 一直得不到上场机会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很遗憾 那么他的情况 其实跟汪涵的情况 是比较类似的 对吧 包括杨林一 这些外来的球员 外来的教练在球队 确实很难获得 特别大的一些才华上的发挥 大家明白就行了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意味着这位CBA的功勋 可兰白克 正式的告别济南 要正式的与山东南南说再见了 而汪涵 丁伟 这些外来的教练 他们在进行休假期间 也将会离开济南 告别济南 进入到休假模式 而至于一个月之后 他们还是否回到济南 带队下训 我们只能交给时间 去检验吧 搞定了 事实 里面